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前两天呢 刚过了三八妇女节 在这儿呢 首先得祝全天下所有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 为什么提三八妇女节这事 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 就因三八妇女节而起 发生在2015年 这一年三月十九号 广东省梅州市 有这么一栋公寓 又总是散发出一股恶臭味 一开始啊 房东呢也没多想 以为是有了死老鼠了 或者是什么死猫死狗的 散发出来的臭味 但后来这臭味太重了 得把这臭味员给找着呀 收拾干净了呀 各个角落 这一通查找 可没发现什么异常 他呢 就只好给每一间客房的租客打电话 让这些租客自己在房间里边找找 结果就发现 唯独三零七房间的住客 始终联系不上 哎呦 一天联系不上 两天联系不上 别是这三零七出什么事了吧 这么着呢 房东就喊来了开锁人员 开锁人员忙活半天 把这房门打开了 这门也打开 一股子恶臭味啊 本就扑了上来 当时啊 把房东和这开锁师傅 差点熏的遮一根头 等这味稍微散了散 房东呢 顺着这臭味 就发现床铺底下 好像藏着什么东西 这一回房东可就联想到了 之前看的电影电视剧的画面了 不敢乱往这床铺底下看了 万一看见什么可怕的物件呢 于是啊 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来到现场之后 把这床板就打开了 这时候 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 赫然出现在民警面前 法医呢 强忍住 想作呕的这种冲动啊 对尸体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尸检 认定死者的年龄 在25岁左右 死亡时间 大概是10天之前 这案发现场啊 有一个带血的烟灰缸 死者身上的也有伤痕 最终法医认定 死者应该是先被这烟灰缸给砸晕了 然后又被塑料袋给勒死了 因为现场门窗完好 所以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但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了 长什么模样 完全看不出来 身上呢 也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眼下第一步 那就是确定死者身份的 得亏啊 这房东知道一个大概的信息 说这租客呢 叫钟鸿 年龄差不多25岁 房东说呀 他呢 就只是偶尔会来这住几回 我对他也没特别深的印象 我之前呢 拨打了好几回钟鸿电话 始终是关机 那么这死者是不是钟鸿呢 不确定 因为还是看不出死者模样啊 就在这时候啊 民警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在房间的垃圾桶 翻出来一张B抄单子 单子上的署名是李萌 显示李萌已经有一个多月深运了 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名字呀 这租房的不是叫钟鸿吗 这怎么又出来一李萌啊 这B抄单怎么会在案发现场呢 那死者到底是钟鸿啊 还是李萌啊 为了解开谜题 警方对尸体 进行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事件 结果显示 死者的确怀有身孕 也就是说 死者应该是李萌 死者是李萌 死在了钟鸿租的房间里 那钟鸿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 就在这时候 钟鸿的电话突然接通了 可是啊 随着钟鸿的出现 这案子 不光没有更清晰的方向 反而疑点越来越多 钟鸿说 谁 李萌 我不认识啊 我也没带别的女孩子到那住过呀 但这房间是钟鸿租的呀 钥匙也在他手里呀 尸体就在这发现的呀 那这案子肯定跟钟鸿有关联的 于是警方立刻对钟鸿展开调查 根据钟鸿所说 他平时很少在这住 只有每回跟丈夫吵架了 才会带着儿子来这住一段时间 警方呢 也能够听出来 这钟鸿说话的时候啊 有所隐瞒 他的嫌疑 目前没有办法完全排除 但是你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 能证明就是他杀的人 那接下来怎么办 只好把侦查重店 放在李萌身上 根据调查 这李萌是一家手机店的店长 从三八妇女节过后 就一直没上班 李萌呢 社会关系比较单纯 交际范围很窄 跟钟鸿是一点交际也没有 那他是为什么会出现在307房间的呢 就在这时候 李萌的姐姐突然想起一人来 这人是谁啊 李萌的男朋友叫吕良 之前呢 李萌的姐姐多次打电话给李萌 电话都是关机状态 于是就把电话打给吕良 吕良一直推三阻四的 总是找借口把电话给挂了 那吕良要是不知道背后引擎 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呢 在对他的身份进行调查之后 民警是无比的震惊 这吕良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 他是李萌的男朋友 第二个身份 他是租客钟鸿的丈夫 死者的男朋友跟租客的丈夫 这是同一个人 行了那这案子基本上就离最终破获不远了 据钟鸿交代呀 他跟吕良感情一直不合 从去年开始呢 吕良就在外边有了新欢了 并且还跟钟鸿说过 我早晚要跟你离婚 丈夫外面有情人 情人还怀了孕了 至此 这钟鸿的作案嫌疑陡然上升 但随着调查深入 钟鸿居然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案发那段时间 他正带着儿子在老家居住 一直没回美洲 为了验证这种说法 警方啊 决定去调阅公寓的监控 但距离案发过去十多天了 公寓监控只能保存七天 这种情况 让这扑朔迷离的案件 那更是难上加难哪 对监控进行仔细查看之后 突然一个人影吸引警方的注意 案发那天的监控是被覆盖住了 但近七天的监控还是有所发现 在报案的前一晚 有一名男子进入过307号房屋 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又离开了 这时候 这出租屋的臭味已经很重了 他进这屋子干什么呢 经过辨认 这男的不是别人 正是死者的男朋友 租客的丈夫吕良 案件豁然开朗了 就在这时候啊 钟红也告诉警方说 案发前 丈夫吕良跟他借过出租屋的钥匙 说是有朋友要过来住几天 同时钟红还说 他接到电话的时候 丈夫的语气很不寻常 至此基本能确定 吕良有重大作案嫌疑 但让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既然钟红跟丈夫关系不好 那他为什么要替丈夫隐瞒呢 原来啊 吕良性格很暴躁 平时还家暴 典型的渣男 一言不合 就打钟红骂钟红 对吕良杀人这事 钟红啊 早有预感 但他怕说出来遭到丈夫的 报复毒打 才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2015年3月20号 在钟红的配合之下 警方将吕良顺利抓获 整齐案件的真相 也水落石出了 原来案发当天呢 李萌带着怀孕的好消息 来到307号出租屋 找男朋友吕良 本来想着呢 把这怀孕的好消息 告诉男朋友 再加上三八妇女节 自己啊 顺便要一个三八节的礼物 什么礼物呢 想要一个香奈尔特包 大伙都知道 这香奈尔特奢侈品牌啊 一个包动不动好几万 其实李萌呢 不知道吕良 有老婆有孩子 他一直以为吕良是单身 还一直以为吕良是个大老板 其实啊 吕良既不单身 更不是大老板 就是无业游民 整天的就是酒吧 KTV啊 那靠什么生活呢 就是靠借高利贷 维持生活 他身上啊 不光没钱 没存款 反而有着巨额债务 三八节那天呢 吕良正好收到了一条 催债短信 还威胁他说了 如果不还钱 我就把你真实情况 告诉你的女朋友李萌 正好这时候 吕萌拿着币抄单 出现在面前 还要三八妇女节礼物啊 给你树花 给个蛋糕就得了呗 你还要个香奈尔包包 一下子吕良的怒火 就被点燃了 咱刚才也说了 本身他就是一个 暴躁易怒的人 一怒之下 把币抄单扔进垃圾桶 抄起烟灰缸 跟酒瓶子 就把李萌砸晕了 之后又拿起塑料袋 和晾衣件 把李萌残忍勒死 原本呢 还想着杀害李萌之后 自己跟着殉情呢 但真把人杀了 轮到该自己杀自己的时候 不敢了 逃离了现场 那三月十八号那天 他又到现场干嘛呢 他说他跟李萌啊 是真有感情 想起跟李萌的点点滴滴 心里边难受 买了一束黄菊花 到出租屋悼念李萌 哎 这是他的说法 但是他实际的做法是什么 拿走了李萌的手机 把李萌支付宝里边的钱 都转进了自己的卡里 第二天又把这手机给卖了 这些钱呢 全部拿去还了高利贷 最终还是应了那句话 天网恢恢 殊尔不漏啊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我们之前呢 已经讲述了两起案件故事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疑问 这到底是真实的案件 这到底是真实的案件 还是小说是故事呢 如果是真实案件的话 很多地方啊 情节感觉经不起推敲 不是很有逻辑 不是很符合现实 其实呢 我在刚看到这些案件故事的时候 我也有一些疑问 但是 刑警唐峰 也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前两个案件之中 有人质疑 有的情节经不起推敲 逻辑不足提出疑问 我没有回答 因为人性就这么复杂和多面 对很多罪犯来说 杀掉一个人 并不需要充足的理由 可能一个非常微小的事件 就会让他们动了杀机 不瞒大家说 我自己有时候 也难以理解 某些凶手的杀人逻辑 当然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 几乎所有的凶案 都有一个潜在的心理原因 只不过是某个时刻 被激发出了犯罪的冲动而已 但我只是一名刑警 我不是犯罪心理专家 真实的案件 也不是小说 更不是本格推理 并非所有环节 都有着严谨的逻辑关系 激情杀人 有时可能只是一个眼神 甚至一个动作 看上去微不足道 但足以酿成一场血案 等到审问的时候 罪犯自己 甚至都对这种 突如其来的犯罪欲望 感到吃惊 人性是多面的 大多数的犯罪成功 都有着一定的偶然性 事先也没有经过周密的谋划 我们刑警队的主要工作 是从蛛丝马迹中 推导查找出案件的证据 将凶手绳之以法 并非是推理论证 谁是凶手 坦率的说 刑事案件中的凶手 大部分并不难确定 他们往往没有 莫里亚地式的缜密头脑 和干净利落的身手 案件的发生 最多也就是经过了初步的策划 比如预先购置好了作案工具 或者去对方周边 了解过环境等等 就这些粗糙的准备 已经算是精心策划的犯罪了 日常的刑事侦查 就是这么琐碎和平庸 远远没有影视作品中描写的那样 惊心动魄 所以今天呢 我也在这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唐峰警官呢 所写下的这些案件故事 全部来源于 他所经历过的真实案件 不过我们知道 涉案工作呀 有很多的规定啊 未经允许 一定是不能百分之百完全公开的 所以我们这些故事 是真实的案件 但是人物的名字 一定是虚构的 咱们接着来说 唐峰警官办过的另一起案子 这起案子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策划过程也谈不上无懈可击 但最后居然成功了 这也就从侧面印证了 刚刚唐峰警官所说起到的 案件的偶然性 其实一开始 这个案子并不是一起刑事案子 一个男人 在医院病发身亡 医生呢束手无策 家人死了 签署呢 肯定是痛不欲生 悲痛欲绝 这是个很常见的场景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 看到这些场景 都会感慨生命无偿 珍惜生命 可咱们残酷点说 这种情形在医院 可以说每天都在上演着 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着 这一次不同点在于什么地方呢 家属对病人的死因呢 提出了质疑 医院常规治疗之后 没有让病人起死回生 所以听到家属质疑的时候啊 医生们也显得很紧张 毕竟大家都知道 医患矛盾啊 是很多的 对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医患关系呢 就变得前所未有的 这么紧张 医生俨然成了高危行业了 甚至前两年 有媒体报道过 很多学生在高考的时候 都不愿意学医 学医的学生 毕业之后 也总是想方设法的改行 不愿意真正的去从事 医生这样一个职业 得亏这回不一样 病人家属虽然质疑死因 但是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医院 而是带着疑问 选择了报警 这个事情呢 就转到了刑警队 唐峰啊 就去询问了一下病人家属 有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中年人 说是死者的表哥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的 一提起表弟 那脸上的表情啊 顿时就生动起来了 唾沫乱飞 指天咒地的在那发誓 说我表弟绝对不可能 死于不治之症 他平时身体很健康 连感冒发烧都很少 突然得了不治之症 这么快就走了 一定有蹊跷 唐峰也没多说什么 毕竟见过太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了 这个社会啊 很多时候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 是什么呢 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并且给予充分信任 千万别用不专业的言论去指手画脚 往往会添乱 不过既然对方提出来了 警方呢 也没有理由拒不接受 征求过家属意见之后 尸体啊 就被送到解剖室 由法医进行了解剖 来确定死因 拿到解剖结果的时候 唐峰沉默了 法医中心的老徐 站在唐峰身后悄悄地说 说这个死者的死因呢 是有些蹊跷的 死者的确是死于某种不治之症 但这个病不是原发性的 而是通过药物所引发的结果 也就是说死者很可能是被投毒致死的 这种不治之症是投毒的结果 但表面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病而死 唐峰这时候就有疑问了 如果死者的不治之症的起因是投毒的话 毒药肯定会在短时间之内 引起剧烈的生理反应 死者不可能一直毫无知觉啊 等到已经病入膏肓了才去就医啊 老徐呢 神秘的眨眨眼睛说 这就是蹊跷的地方啊 这种药物引起的不治之症 需要小剂量长期投毒才可以 死者是被长时间慢性投毒 所导致的不治之症 别说医院检查不出来 一般法医都未必能发现 老徐说的时候啊 还挺得意的 就像刚才说的不是一桩命案 就像是一起普通的医学案例似的 没等唐峰说话 老徐又补充说 你肯定会问我 为什么能看出这点 是吧 我之前听我的师傅啊 讲过国外一起这样的案例 一直记忆犹新 老唐 死者有老婆吧 请他来问问话吧 十有八九 就是他 老徐的怀疑不无道理啊 我们在大案即时节目里 讲过这么一起案件 苏州儿童医院的医生邱小强 常年给妻子小计量的下毒 最后把妻子毒死了 这个案子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唐峰啊 跟老徐说了一句话 老徐当时就僵在那了 怎么回事呢 死者的妻子三年之前 已经去世了 这要按老徐的推断 这案子 那岂不就是鬼做的了吗 因为征求死者家属意见的时候 首先要询问的就是死者妻子 死者呢 叫马行空 妻子三年前已经病逝 俩人有个儿子 马行空的父母啊 都还在世呢 不过没跟他住在一块 他的这个表哥 是因为跟他合伙做生意 所以来往比较多 对他呢 也比较了解 这也是为什么表哥会觉得马行空的死因 有点不正常 唐峰没有第一时间 把尸检的结果告诉这位表哥 毕竟这案子是不是像老徐推断的那样 还不能妄下结论 不过按照正常的侦查流程 唐峰还是对他表哥 详细的进行了询问 他表哥显得很着急 对表弟的死因呢 似乎兴趣很浓厚 但又不是特别悲伤 这就引起了唐峰的注意 一番问询之后 唐峰似乎明白这其中的缘由了 马行空跟表哥这俩人呢 经营了一个小型公司 经过几年打拼 熬过最初的几年的苦日子 现在生意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甚至可以说是日进抖金 发了财了 而且公司的发展前景也挺好 其中一个合伙人突然死了 自然存在对企业效益的影响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马行空还有个儿子 于是遗产继承 变成了表哥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 他得想办法啊 先拖延住侄子 别让他先继承遗产 然后呢 再想一些独揽经营权的对策 他可不想今后什么事情 自己还得找这个侄子去商量去 就以孩子他懂什么呀 所以他就选择了报警 他的报警并不是真的怀疑 马行空的死有问题 而只是一个拖延的方式 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 他释放的这个烟雾弹 竟然阴差阳错的成为了揭开死因真相的序幕 那么杀害马行空的凶手到底是谁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 上期节目呢 我们聊到了 马行空去世之后 他的表哥呢 担心侄子也就是马行空的儿子 会来继承马行空的遗产 所以他想了一主意 报警啊 就说这个 我表弟呀 死因不正常 你们赶紧调查吧 在拖延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他好想对策 不过正因为他的这个报警 竟然阴差阳错的 成了揭开马行空死亡真相的序幕 马行空啊 已经基本被证实 是被人小计量的 长期的投毒 这才导致了最后的死亡 既然如此的话 他的表哥必然就成为了嫌疑人之一 刑警唐峰啊 也是对马行空的表哥进行了调查 结果一无所获 种种迹象都显示 马行空跟表哥关系确实不错 可以说已经形成了 基于经济和家族血亲的紧密的合作关系 马行空的死会大大的减损企业的收益 不仅不会让表哥得利 反而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企业造成损失了 他表哥那也得往里搭钱呢 已经有几个职业投资人 对这个企业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洽谈合作阶段 出了这种事 那么对方肯定要重新评估企业的潜在价值了 这是从公司方面来说 再从个人关系方面来说呢 马行空啊脾气比较暴躁 跟他比起来表哥还真是不错 规矩本分 有那么一点点商人所独有的那种脚侠 什么事情啊 是从利益出发的 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在课上啊 老师都说过这么一句话 商人的本质是逐利 他表哥呢 什么事情又都谨小慎微 跟马行空的性格正好互补 办案民警在了解了马行空周边的人际关系之后 就初步的排除了表哥的作案嫌疑 除了表哥之外 咱们上期节目也提到 马行空还有一个儿子 自然也是重点调查的对象 因为你要想长期给他投毒 必然是身边人呢 唐峰见到这个叫玛丽的男孩的时候啊 说实话 有点失望 跟想象中呢 不太一样 或者说是太不一样了 眼神木认 外貌的很普通 穿着呀 挺平凡 谈吐呢 也没有什么 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作为一个小企业主的儿子 未免显得太平庸了 但是玛丽 看上去并不紧张 很淡定 虽然开口说话的时候 也稍微带点颤音 但看得出来 她对于自己被请到公安局这件事 并不意外 经过简单的询问 唐峰才明白 这个玛丽哪是不意外呀 这简直是家常便饭 她来公安局啊 不是一回两回了 这倒不是说这个男孩经常闯祸啊 正相反 这个看上去普通的男孩子 学习成绩非常的好 待人接物啊 很礼貌 很谦和 她多次出入警局 是因为她的父亲 没错 就是死去的马行空 在儿子玛丽的口中 父亲马行空 就是个十足的混蛋啊 提起父亲的时候 这个男孩脸上 第一次露出了很复杂的表情 一种充满着愤怒的 那种释然感觉啊 就充斥着她的整张脸 玛丽说了 父亲狂妄自大 暴虐粗俗 从打她记事起 就不断的跟母亲争吵 甚至是殴打母亲 为这事啊 玛丽呢 就经常去公安局啊 或者派出所啊 指认父亲家暴 在频繁的家暴过程之中 母亲是遍体鳞伤 甚至是奄奄一息 终于有一天 这个弱小的男孩爆发了 冲上去保护母亲的时候 被父亲一下子 推倒在了门框边上 把头就给撞伤了 母亲呢 跟疯了似的 你打我没事 你打我儿子就不行 对着父亲是又抓又咬 拿起菜刀 要和父亲拼命 这才把父亲给吓住 从那以后 他们就离婚了 玛丽和母亲一起生活 拒绝来自马行空的任何施舍 对此呢 马行空也非常懊恼 又无可奈何 不过显然 他把这种懊恼 就转化成了 私混的动力 开始更加频繁的 跟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 出入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 只是在每个月 例行探视孩子的时候 才流露出一点愧疚的感觉 不过一转眼 就又重新沉浸在酒精的麻醉之中 把儿子和前妻就抛在脑后了 三年之前呢 繁重的生活终于击垮了 玛丽的母亲 一场大病之后 身体是一日千里 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直到在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个女人都没让马行空走进病房 如果不是最后病的 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东西了 马行空是绝对不可能 见到临终的妻子的 虽然马行空在前妻面前悔恨万分 但在玛丽看来一切都没用 我妈就是让你逼死的 要不是你 不会这样 玛丽在跟唐风讲述这一切的时候 始终是面无表情 就跟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似的 只有聊到母亲去世的那一刻 她那稚嫩的脸上啊 才露出一丝悲伤 唐风问她 你恨你父亲吗 当然恨 我早就恨不得他死 现在他终于死了 我很高兴 这话让唐风心里激灵了一下子 你父亲怎么死的 你知道吗 玛丽很茫然的看了看唐风 唐风呢 重复了一遍问题 不清楚 我不关心 我不是他儿子 他不过是我医学上的父亲 在感情上 我父亲早就死了 我只有母亲 没有父亲 事情到这儿 算告一段落了 玛丽的陈述 勾勒出了一个不幸的家庭 但唯独没有凶手的线索 虽然玛丽说 父亲马行空死了 他很高兴 但这不能说明他就有嫌疑啊 从他的经历来看 他恨父亲可以理解 不恨 那才见鬼了呢 况且 如果玛丽真对他父亲下毒 在公安局这样不加掩饰的表达 对父亲的仇恨恶意 肯定不是一个明智的行为 不过感觉归感觉 职业素养还是要求办案民警 认真的面对每一个可能的线索 唐风详细调查了玛丽 和他父亲近期的行踪 发现两个人的生活 的确没有重合的地方 此前父子俩呢 通了几个电话 但这段时间没见过面 而且两个人的通话时间都很短 大多都是十几秒钟 唐风也问过玛丽 玛丽说了 那都是马行空 希望来看他的电话 但是都被直接了当的拒绝了 玛丽说了 别说是母亲死后 母亲生前 他对马行空的探望都是拒绝的 要不是母亲劝他 他根本一面都不会见马行空的 后来的调查也表明 玛丽说的是实话 母亲死后 他确实没跟马行空再见过面 更谈不上交流 唐风他们还得到一个消息 玛丽的母亲去世的时候 玛丽曾经到医院留下一笔钱 玛丽呢 当时收了这笔钱了 但之后几年 一直都是边上学边打工 没再花过马行空一分钱 倒是马行空啊 总是隔三差五的 往他账户里边打点钱 数目都不小 可这些钱 玛丽是一分都没动过 案件的侦查 陷入了四胡同 唐风一时也找不到 更有价值的线索了 唐风在记录这些的时候啊 也坦诚说 出于保密 肯定是不能公开 那种治病药物的成分 但是经过咨询了老徐 他知道这种药不难买 药店是随处可见 这就无形之中增加了排查的难度 毕竟谁都可以买到的东西 很难确定 它的来源到底是哪 另一方面呢 办案民警也在调查 马行空的社会关系 马行空的社会关系 极其复杂 调查起来是费时费力 可意外的是啊 接触过他的人 对他评价都还不错 在外人口中呢 马行空诚信 直率 精明 懂得周旋 是个不可多得的生意人 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材料 马行空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就像个无底洞 刑警找不到什么突破口 毕竟生意厂上 逢场做戏的应酬实在是太多了 什么是客户啊 什么是关系啊 什么是客户的客户啊 太复杂 想从他们中间调查出可用的线索 等于是大海捞针啊 所以唐峰呢 又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 马行空的表哥身上 表哥跟马行空交往频繁 对马行空生前的事情呢 了解得更清楚 况且这段时间的调查方向 也来源于他的表哥 所有唐峰去调查过的饭店 酒店甚至私人会所 都是马行空和他表哥经常私混的地方 老实说吧 从这些地方的消费程度上来看 他们这企业的确是风生水起 要不是能赚钱 他也舍不得到这地方消费来 这一回呢 唐峰决定再找一下马行空的表哥 这回呢也没必要隐瞒了 想看看表哥知道死因之后的反应 所以他告诉马行空的表哥 说马行空啊 的确是被人毒死的 不过呢 案件到现在还没什么头绪 表哥听说之后 是瞠目结舌 半天说不上话来 不过唐峰啊 之前见识过太多的演技派的罪犯了 包括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出租污名案 那个邻居乌镜不也是一眼技派吗 唐峰只能安安静静的等着马行空的表哥回过神来 接着就问他 你为什么会如此吃惊呢 不是你说你表弟的死因有蹊跷吗 那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马行空的表哥会如何回答呢 他又会说出什么样的新线索呢 上期节目我们提到 唐峰呢又找到了马行空的表哥 故意的就透露给表哥说你弟弟马行空是被人毒死的 马行空的表哥呢表现的瞠目结舌 唐峰啊就又问他一句 不是你说你表弟的死因有蹊跷吗 听唐峰问完这个问题 马行空的表哥说不出话来了 在那支支吾吾半天 这才把实情说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 他呢就怕马行空的儿子轻而易举的继承这笔遗产 甚至马行空的儿子玛丽 以后在公司之中还会有一席之地 他这心里边啊 是怎么想怎么不失滋味 再加上对表弟死因隐隐约约的有些疑惑 索性就把事情搞大 想让玛丽继承遗产这事呢 半路夭折 把这事弄黄掉 至少别让他继承的那么顺利 不过他当然不能把这个动机随随便便的告诉别人 唐峰听完之后 跟他表哥说 我不相信你 毕竟你作为死者生前最亲近的人 一下子就说中了他的死因 现在你告诉我 说是你凭空乱说的 你让我怎么相信呢 他表哥呢 也没想着唐峰说的这么直接 愣在那了 回过神了 这才说 我没必要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我是凶手 干嘛贼喊捉贼啊 确实如此 他表哥说的对 可不是因为他的话啊 而是因为 表哥的确没有杀死马行空的动机 通过调查显示 从各个角度来说 合伙人死了 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 你表弟的妻子已经不在了 他和儿子的关系也不好 你知道吗 是啊 我知道 我这个表弟啊 是块做生意的材料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他确实差劲了点 不瞒你说 我也劝过他几次 但他始终听不进去 现在他老婆不在了 他只有一个儿子牵挂着 别看他平时硬气的很 但孩子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他们关系差得很 那孩子都不接他电话 他去学校看过几次 约孩子出来 都不敢用自己的手机号 还得冒充快递员 你说搞笑不搞笑啊 表哥说到这儿 似乎呢 也是想缓和一下气氛 咧开嘴还笑了笑 不过唐风也看出来了 这个笑容里啊 充满了苦涩和无奈 那后来呢 没用的 他以为电话里换个声音 就能把孩子骗出来 他错了 孩子出来一看是他 扭头就走 有一回我陪他去 眼睁睁看着他 在背后给孩子跪下了 唉 那孩子啊 心肠确实也硬 到底是没有回头 那孩子为什么那么恨他呢 你不知道吗 他打老婆打得厉害 伤到孩子了 生意做大之后 又在外面有个小三 老婆知道了 当然受不了 他又动手了 孩子就在一边 看不下去了 上去阻拦 被他一巴掌扇倒在地 然后一只耳朵 就听不见了 什么 玛丽的一只耳朵 是失聪的 是啊 这孩子啊 也是可怜 瘫上这么个老爹 所以他恨他爸爸 我也能理解 反正 反正我这个表弟啊 确实是个混蛋 这个没得洗 唐风这时候心想 难怪玛丽 这孩子表情木讷 原来一只耳朵 听不见声音 可奇怪的是 玛丽上次来 从头到尾 都没告诉唐风 这一点 回答问题呢 也还算流畅 回想起来 唐风当时和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大 考虑到他父母都不在了 身是可怜 还刻意把声音放小了很多 这么想的话 估计当时很多问话 都是半听半猜 这才回答的 即便是这样 都没说出来自己的生理缺陷 看来这孩子 自尊心极强 表哥的话 提醒了唐风 那小三叫什么呢 我哪知道叫什么呀 当时他老婆 一副拼命的样子 那小三知道吓坏了 再也不敢跟我表弟来往 毕竟人家是屠材的 难不成还真是爱情啊 不然哪天被人破了 硫酸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好多年前了 我都记不清楚了 他现在有钱了 小三好几个 说完呢 表哥马上感觉到 刚才说的确实不妥 就把这话题给终止了 唐风呢 对这个却很感兴趣 让马行空的表哥 把他知道的 马行空所有的女朋友们的 联系方式都留了下来 但是他表哥说呀 只知道其中一个的联系方式 这个女人叫魏帆 见到魏帆的时候 唐风也有些吃惊 这个女人 不是大家 通常印象中的那种小三 年轻貌美啊 时尚张扬 不是 这个女人已经35岁了 不再年轻了 有着一张 如真包换的整容脸 你看我们总说如假包换 他这就是如真包换 一看就是整容的 肩下巴 然后高耸的鼻梁子 一看就假的 唐风见到魏帆的时候啊 魏帆正眉飞色舞的 跟别人聊着 跟别人聊着天呢 唐风把警官证亮出来 魏帆瞬间把嘴就闭上了 有点害怕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呢 就把唐风领到了自己的店里 店里的装饰啊 挂件啊 一看就是那种网红店的标配啊 果然这个女人呢 是做微伤的 唐风就问他 你和马行空什么关系呢 魏帆倒是毫不避讳的说 耍朋友的呗 关系持续两年了 马行空啊 每个月都来找我一两回 留下点钱 接着就杳无音信了 你知道吗 马行空病死了 但是我们发现 有人为下毒的痕迹 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当然了 唐风啊 没有说那么透彻 没有告诉魏帆 说马行空是慢性中毒 魏帆表现得很吃惊 确认马行空的确死了之后 表情黯淡下来了 魏小姐 马行空生前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 魏帆皱着眉 摇摇头 点着一根烟 深深吸了一口 就开始沉默了 唐风接着往下问 魏帆的话更少了 显然得知马行空的死讯 魏帆很紧张 说话也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 唐风一看接着问下去 也没什么价值了 问不出什么来了 准备转身走的时候 魏帆突然犹豫的问他 他儿子还好吧 唐风心里一机灵 这句话什么意思 怎么着 你认识他儿子 见过 和马行空吃饭的时候 见过一回 印象太深刻了 当时马行空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喝酒的时候跟朋友打赌 说自己有个上大学的儿子 人家不信 说就你这德行 还能有上大学的儿子 他急眼了 非要证明给对方看 一个电话打过去 也不知道电话里说了什么 孩子来是来了 但一进门 看情况不对 当时脸就黑了 指着鼻子 骂了他爸一句 转身摔门就走了 后来那个家伙 喝得烂醉 还吐我一身呢 那魏小姐 你是怎么想起来 问他孩子的呢 他老婆不是没了吗 孩子一个人怪可怜的 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 唐风这时候察觉出来 魏帆说的这番话 一有所指 不是随便问问 那么简单的 不过唐风也知道 继续追问下去 估计也问不出什么了 留下联系方式 就暂时离开了 但唐风始终觉得 这个魏帆不简单 那么魏帆 在马行空死这件事情上 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 唐风啊 从马行空表哥那知道了 马行空有一个情妇 叫魏帆 唐风和这个魏帆 交流了一会儿之后 就发觉这个女人 真是不简单 按照马行空表哥的说法 马行空可不止 这一个女朋友 可是现在没有任何信的线索 唐风只能重新整理了 马行空生前的通讯记录 和联系方式 也不得不说 他的人际关系也很广 唐风用了很长时间 才从通讯记录里 理清楚了哪些是生意伙伴 哪些是他的女朋友们 马行空这半年内的通讯记录 显示 他的去向很有规律 每个月都会给不同的女人 打几通电话 挨个的联系询问之后 才发现 基本可以断定 马行空固定的 有偿的性服务对象 一共有三个 分别住在不同的小区 只有未翻一个 是有正儿八经职业的 其他两个女人呢 要年轻得多 都是初中毕业 也没工作啊 靠寻找不同的金主为生 让唐风稍微感到意外的是 他们都说呀 马行空是知道自己还有别的金主的 但是马行空丝毫不避讳这件事情 无所谓 只要把我陪好了 你们再去陪别人 随便 两个女孩的这番话 让唐风对马行空的印象 有了新的改观 也刷新了 唐风对人性廉耻下线的认知啊 就还可以这么没有底线 询问的过程呢 非常的无聊 很冗长 两个女孩啊 都对死人这个话题讳莫如深 甚至唐风刚刚说出马行空死了 他们就尖叫起来 接着就开始埋怨 这个男人多抠门啊 多无聊 甚至不加掩饰的 开始嘲笑马行空 在床上啊 那些难以启齿的细节 唐风又分别问他们 知不知道马行空 儿子玛丽的情况 这俩人呢 都不知道 甚至啊 都不知道他还有个儿子 其他方面 同样没有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虽然在这两个女人这儿 没什么发现 但是魏帆那边 唐风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在办案民警的调查之下 他们拿到了魏帆的通话记录 这个女人呢 再次引起了唐风的注意 是时候重新试探一下 魏帆欲言又止的秘密了 再次见到魏帆的时候 唐风吃了一惊 魏帆似乎憔悴了很多 眼圈周围的细纹 也更加明显了 唐风请魏帆坐进了询问室 魏帆呢 马上开始变得不自在起来 警官 我能不能抽根烟呢 可以 魏帆点上一根细烟 长长的吐出一口烟气 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 魏小姐 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吧 案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需要你配合调查 上次见面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所有知道的事情 我不明白 你们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考虑到魏帆上次见面的反应 唐风呢 打算再次从马行空的儿子那儿 开启这个话题 关于马行空的儿子 你还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 我说过 我和他不熟 只见过一面 挺好的孩子 说起来 我这个年龄也该做妈妈了 不过我混得不好 估计这辈子呀 是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 说到这儿 魏帆的眼角湿润了 马行空没离婚之前 有个相好的 是不是你呢 不是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离婚了 我虽然不清白 但也不会去勾搭有夫之夫 直说吧 我没做过小三 那你觉得 他的死可疑吗 你不是说投毒吗 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没说跟你有关系 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发现 马行空是被人小伎 两慢性投毒 导致病死的 这时候 魏帆拿烟的手 轻微的颤抖起来 狠狠的咬了一下嘴唇 魏小姐 你真的只见过 他儿子一次吗 是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 很多次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魏帆这时候 有些懊恼了 你没说实话 在他儿子这件事情上 你撒谎了 魏帆愣住了 脸上虽然 没什么异常 但是呢 唐峰注意到 魏帆在椅子上 艰难的 转了一下身体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 什么时候见过面 但我查过通话记录 你们最近呢 联系过 我说的对吧 魏帆重新扭动了一下身体 直起腰来 没说话 就在我去找你的第二天 你就和玛丽通了一个电话 能告诉我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吗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父母都没了 小小年纪成了孤儿 他是行空的儿子 我对他也有几分爱恋 打电话安慰他几句 这没什么吧 魏帆显然是说谎了 以你的身份 我们很难相信 玛丽会接受你的好意 况且我也不相信 你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 玛丽没那么容易接受你 我们不就打了个电话吗 这也有罪吗 当然没有 不过玛丽也被我们请来了 在另一个房间进行询问 你觉得他会不会说出你那通充满善意的电话呢 哼 你糊弄孩子呢 我虽然不懂你们那些套路 好歹也在社会上混过几年 想炸我呀 唐峰没说话 直接站起来打开房门 只见对面的询问室里 清晰的映射出玛丽的身影 魏藩的脸刷的一下子就白了 我们的同事啊 正在赶去你家进行全面检查 当然了 这只是例行检查 但如果发现有致病的毒物 你很清楚是什么后果 魏藩在椅子上 又开始局促的扭动了几下 显得很不自然 我猜你应该是利用了这孩子 对他父亲的恨 坦白说 如果你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 这孩子搞不好 也是个从犯 魏藩的表情这时候凝固了 嘴唇哆嗦起来 过了很久才说 不对 恰好相反 我才是被利用的那个 他才是 他让我做的 做什么 下毒 是玛丽让我做的 一个孩子 怎么可能指使你做这种事情呢 你刚才也说了 你是个老江湖 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听个孩子的话呢 我没说谎 确实是他让我做的 我不知道那东西有毒 这时候 唐风心里有数了 叹声过去说 我不妨告诉你 玛丽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 这你可能还不清楚 也就是说 对于犯罪行为的后果 它比大多数人都要清楚 如果说你们的交往之中 有什么违法行为 我不敢保证 你们到底谁受到的责罚 更重一些 魏帆这时候嘴唇那哆嗦的厉害 急促的抽了几口烟 我真的不知情 我 我也是 上次你来找我之后 才知道那是毒药 后面的事情啊 就简单了 据魏帆交代 两年之前 刚刚认识马行空不久 他在一次饭局上 第一次见到了玛丽 那次见面之后不久 也是碰巧 在路上又偶遇了玛丽 因为不久之前见过 所以魏帆很轻易就认出玛丽来了 魏帆感到特别尴尬 意外的是 玛丽倒非常热情的 邀请他一起吃个饭 那么 这一次吃饭 玛丽会跟魏帆说什么呢 他是怎么让魏帆就成为了他的帮凶的呢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 魏帆跟唐风交代 他是在一个饭局上第一次见到了 马行空的儿子玛丽 后来在路上又遇上了 玛丽很热情的邀请他一起吃个饭 这让魏帆感到很纳闷啊 一开始他拒绝了 因为毕竟这个关系很尴尬呀 不过玛丽说呀 有关于自己父亲的事情找他 魏帆这才答应下来 玛丽呢 跟魏帆说的倒是很坦率 承认和父亲关系很差 感情一时半会儿的 是无法恢复的 特别是母亲去世之后 对父亲的成见更大了 但毕竟马行空是他父亲 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而且呢 玛丽也很坦诚的说 我父亲重新找女朋友这事 我不在意 这跟我没关系 魏帆一开始不信这番话 毕竟他在酒桌上 看见过玛丽对马行空 到底是有多么的愤恨 也知道他母亲刚去世不久 这种时候 跟父亲的女朋友坐在一块 正常人很难不产生敌对的情绪 不过玛丽啊 表现得很自然 加上魏帆当时 对马行空呢 还心存幻想 甚至有过交往一段时间 就结婚的想法 如果真的得偿所愿 很可能之后 玛丽也得跟他喊声妈呀 这也是自己的儿子了呀 这种对未来的期待 就让魏帆的情绪 慢慢平复下来 渐渐的就接受玛丽了 这次谈话呀 进行的非常的和谐 直到结束 玛丽都没对魏帆提出任何请求 反而是魏帆主动问他 你今天约我有什么事吗 玛丽啊 这才恍然大悟似的 从随身包里呢 拿出了一盒包装好的饮品 说这是母亲临走之前 交代我呀 转交给我父亲的 不过我妈妈呢 反复的嘱咐我 别说是她给父亲的东西 让我呢 以自己的名义 交给我父亲 魏帆一听 就把这东西接过来了 仔细这么一看 是一种山里边特产的冲粉 就是那种药材呀 还是什么中药啊 磨成的那种粉剂 就像补品似的吧 玛丽呢 看魏帆好奇 就告诉魏帆说 这是我家乡的一种特色补品 泡水喝的 能够去病止咳 强身健体 我妈妈生前特别喜欢喝这个 临终的时候 跟我说虽然没原谅父亲 但心里啊 还是挂念他的 也希望我呢 能跟父亲好好相处 毕竟今后 我还得靠父亲照料 所以嘱咐我 一定给父亲带一盒 算是最后尽一点夫妻情意 也希望借机 修补我们父子俩的关系 魏帆听着呀 还真是挺感动的 他拿着那盒冲击 眼眶都有些发红了 玛丽看上去呢 也挺难过 反复的嘱咐魏帆 你千万别跟我爸 提起这盒礼物的由来 魏帆呢 现在也明白 玛丽对父亲 还是很反感的 再加上 年轻的男孩子嘛 有自尊心 让他没有办法正面摆出 任何妥协的姿态 就算是母亲 要求他以自己的名义 送给父亲 他也不能接受 后来呢 玛丽就跟魏帆说 您记着给我爸冲泡着喝 对身体好 毕竟现在 你就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我很感谢你对他的照顾 之后如果你做了我的继母 我一定也会和你好好相处的 魏帆感动的呀 眼泪都流下来了 或许一半呢 是因为玛丽这孩子 难得有这份孝心 另一半呢 则是对跟马行空结婚的 那种美好的向往 玛丽这番话 可以说瞬间就击中了 魏帆的内心 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下来 并且承诺 绝对不会跟马行空 提这东西的来历 成全他的一份心意 玛丽还跟魏帆说了 这盒东西都是手工材质的 很难得 一回不能喝太多 否则反而对健康不好 所以呢 每回只能给我爸冲泡一点 持之有恒 才有疗效 好的 没问题 你放心吧 魏帆满口答应下来 毕竟眼前这孩子 很可能不久之后 就是自己的孩子了 这点对父亲的孝心 自然是不在话下 魏帆还真是个手信用的 虽然之后马行空 来他这的频率越来越低 可是每回来了 魏帆都得给他冲泡一点 因为这东西 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也没什么颜色 马行空呢 也就把它当成是魏帆的关心 也没拒绝 每回都是一隐而尽 直到唐峰 上回过来调查 魏帆知道了 马行空的死讯 其实魏帆呢 也没有多悲痛 因为马行空 很久没来找过魏帆了 而且呀 相处的久了 俩人的感情 慢慢的就淡了 现在的魏帆呢 不过就是图马行空 定期送来那些钱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甚至都谈婚论嫁了 可现在呀 反而到不了那个密切的程度了 唐峰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 说起马行空死于投毒 魏帆确实想到了 长久以来自己一直在做的那件事情 虽然有怀疑 但马行空呢 最近才病逝 如果是给他喝的 那个饮品有问题 应该不会这么长时间才出事 所以魏帆也没过于紧张 但反复思量之后 还是给马力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呀 他就反复的问 那盒饮品到底是什么 马力电话里呢 也没多说 就很冷淡的告诉他 你别多想了 饮品没问题 接着就不耐烦的 把电话挂断了 办案民警啊 迅速赶去了魏帆的住处 得亏 那儿还有盛放冲击的盒子 和扔掉的包装纸 盒子和包装纸上 清晰地提取到了 魏帆和马力的指纹 经过检验 包装纸上残存的微量物证 就是那种致病的药物 现在是事实证据巨在呀 但是 唐峰的工作还没结束 魏帆说过 马行空到他这来的次数 越来越少 经他粗略回忆 唐峰他们判断 马行空饮用的剂量 不足以治病 除非他持续定期地去魏帆那儿 还得保证 每一回都得喝这种药 才能导致最终病发 可是魏帆一口咬定 马行空最近去的次数 越来越少 最近一次去 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 照这个频率 肯定是不能够摄入 足够多的药物的 可是马行空的确死了 而且死于药物中毒 引起的不止之症 唯一的解释就是 还有人在给他下毒 唐峰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马行空的另外两个女朋友 会不会玛丽也找了他们呢 对他们的审讯呢 没什么难度 可是一无所获 俩女孩很轻易就招供了 和不同男人交往 出卖肉体的事实 但是识口否认 给马行空下毒 绝对没有 反复询问 现场勘察都表明 这俩女人说的是实话 既然不是这两个女孩下毒 那么问题来了 马行空到底是从哪儿 又摄入进了这种致命的药物呢 唐峰专门去找了老徐 老徐皱着眉想了半天 解剖显示 只有这一种致病药物 没别的了 但是这药啊 只有足量 才会产生致命的效果 哎 对了 这家伙肺都黑了 是个烟鬼 不过这和他的死因呢 也没什么关系 唐峰听老徐说完 说实话有点失望 吸烟这一点 没什么特别的 抽烟的人多了去了 真相似乎近在咫尺 可是又差那么一点什么 而玛丽呢 打死不再说话了 只承认 给魏帆的饮品里边下了毒 其他的一概不认 所以这时候 唐峰决定再问问 马行空的表哥 毕竟他是跟马行空 接触的最频繁的人 那么他的表哥到底有没有问题 到底有没有参与其中呢 上期节目咱们聊到 唐峰呢 决定再问问马行空的表哥 毕竟表哥跟马行空 是接触最频繁的人 重新坐在唐峰面前 马行空的表哥呀 稍微有些惶恐 你表弟还有什么仇家吗 应该没了 他虽然对家人不好 但是对朋友 对生意伙伴 还是蛮讲义气的 合作过的人呢 都知道他好大交道 我跟他合伙呢 也是看重他这一点 哎 我能抽根烟吗 唐峰递给他一根烟 他如获至宝的接过去 点上美滋滋的抽了一口 唐峰突然想起来老徐的话了 你表弟也抽烟吧 嗨 他呀 就是个老烟枪 没有烟是一天也活不了 这话像子弹一样击中了唐峰 唐峰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的确啊 这是一个思维误区 唐峰脑海之中 突然闪现出搜索马行空家时候 一个撕掉的烟盒赶紧就问 他抽什么牌子的烟呢 本来是阮中华 那烟好抽 看着也有派头 后来有一段时间好像换了 是什么来着 思考了几秒钟 他说出了另一个香烟的牌子 多久之前换的烟呢 不记得了 他也不是总抽那个 就中间间隔着抽几根 平时还是抽中华 我也没特别注意 之所以记得 是因为我当时还开玩笑问他呢 是不是财务出问题了 怎么改抽这个烟了 唐峰想起来 在马行空房间里 看到的那个 被扔在柜子角落的烟盒 给鉴定科打过电话之后 唐峰开车 又去了一次马行空的家 鉴定科的采样显示 在他家发现的那种烟盒上 发现了药物残留和指纹 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 指纹比对 居然也和玛丽的互相吻合 也就是说 马行空的烟盒上 有玛丽的指纹 上回玛丽来警局 采集指纹和做询问的时候 正好碰上魏帆 也在接受询问 间接的为获取口供提供了帮助 没想到指纹的采集 在这重新派上用场了 是时候 再跟玛丽谈谈了 玛丽坐在唐峰对面的时候 脸上依然是那种呆滞的神色 直到唐峰提到一个名字 玛丽才稍稍的抬头 看了他一眼 这个牌子的香烟 是你给你父亲买的吗 不是 我为什么要给他买东西 他不配 你撒谎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 给你父亲送东西了 玛丽没说话 唐峰从旁边的柜子里 拿出几个包装纸袋 这个人是吧 上面有你的指纹 魏帆说 这是你给他的 你们怎么知道 你利用他给你父亲投毒 还特意嘱咐他 分剂量让你父亲喝下 你已经承认了 这么快就忘了 这个你们都知道了 还问我干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既然已经有魏帆投毒了 为什么还要用香烟 怕剂量不够吗 这上面同样有你的指纹 你赖不掉的 没想到 这也被你们发现了 我只是担心那个女人 是不是真的给他喝了药 我不好保证 也许他自己把那东西喝了呢 我得确保他 确实被下毒了 就这么简单吗 只是个保险措施吗 就这么简单 你说的对 是个保险而已 你就这么恨你爸 无论如何都得杀死他 是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冒多大的风险都值得 我恨他 深入骨髓的那种恨 我策划这件事情 已经策划很久了 每一步的实现 都想过很多种方案 我想过了 没办法做到万无一失 只能碰碰运气 没想到老天保佑 我成功了 到底为什么 因为他对你母亲家暴 和导致你失聪吗 因为我妈就是被他害死的 我妈离婚前就已经受伤很重了 但他是个要强的人 咬牙硬撑着 打工工我上学 我太粗心了 直到他支撑不住 昏倒在地 我才发现他已经病得这么严重了 去医院拍片子的时候 我第一次发现 他身上竟然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伤口 骨头都断了几次 我在医院走廊上悔恨地用头撞墙 你瞧瞧 现在我额头上 还有个小伤口呢 说着 玛丽撩开刘海 直指自己的额头 你说得对 还有我的耳朵 如果不是这个混蛋 我不会活得浑浑噩噩 整天像个残疾人一样受别人的嘲笑 他毁了我的生活 其实之前我妈生病的时候 已经看出了我的这种情绪 他求我不要去找他报仇 我没办法 只好假装答应了 但从母亲去世的那天起 我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替他报仇 牵手杀了那个男人 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魏藩 按照你的安排下毒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虽然我跟魏藩接触不多 但我感觉了到 他是个重感情的人 我当初有种直觉 这个女人不像那些 唯利是图的风尘女人 身上有种母亲的感觉 这件事情交给他 有很大概率能够成功 所以我计划 用亲情打动他 事实上 我成功了 那个混蛋的另外两个女朋友 就不一样了 那两个女人只认钱 如果我提出 让他们帮忙做这件事 说不定转身就把饮品扔了 或者自己留着喝了 只有选择魏藩这样 对那混蛋还有真心的人 才可能实行我的计划 这就是你的计划 你一个法学生 是怎么想到把药物藏到香烟里 让你父亲吸进去的 我有个医学院的前女友 药物的事情 我听她之前偶然提起来过 当时她是随便说说的 但我记在心上了 下毒这种想法 像是一颗种子 在我心里发了牙 我之前想过 无数种杀掉她的办法都不可行 我不愿意接近她 又没有车可以撞她 更没钱顾凶 后来我打听到 她有个新欢 就是魏藩 决定利用她杀了那混蛋 我想过了 这样确实非常冒险 但就算暴露了 以我对那个男人的了解 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我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先是偏魏藩给她下药 然后自己买了十几条烟 给那个混蛋寄过去 说是我孝敬她的 你想不到吧 我把药粉融在水里 用注射器 一点一点地打进了 香烟的烟丝里 受热蒸发之后 药物会更快起效 这还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有一点你说的不对 我想到了你的作案手法 但没想到你的动机 竟然这么单纯 坦率地说 用两种不同的方式 给同一个人下毒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而且 我注意到你始终叫他 那个男人 看来你父亲在你心里 确实没位置 我没想到 你对他的恨这么深 你不理解他 你确定你父亲 一定会抽你送的烟吗 万一他送人了呢 这就是双保险的意义 不然我为什么还要叫 魏帆帮我给他下毒呢 而且我送的东西 他应该舍不得送人的 你倒是很了解你父亲 对你的感情啊 他的确一根都没给别人 全都自己抽了 你买的烟 远不如他平时抽的档子高 他这么珍惜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他确实很在乎你 舍不得把你送的东西 送给人或者浪费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是他儿子亲手 给他送上的毒药 他才是毁掉 我们家庭的毒药 如果没有他 我妈不会那么早就去世 我的家庭不会这样 支离破碎 我不会成为一个 听不到声音的笼子 我恨他 玛丽 你哪来的钱买烟呢 十几条烟的钱 对你来说 不算小数目 你还是个靠打工 挣钱上学的穷学生 我妈走的时候 她给过我一笔钱 处理完后事 还剩下一些 我用这种方式 把钱还了回去 这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玛丽发出了一阵很诡异的笑声 在房间里异常的刺耳 你真的一点也不后悔吗 不后悔 我做这一切都想过后果了 就算不成功 或者魏帆把药 自己冲跑着喝了中毒 对我也没有损失 他和那个男人 撕混在一起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至于我自己 从我妈走的那天起 我就不在乎后果了 你没明白我的话 我的意思是 你这样做 不觉得愧对你母亲吗 你母亲倾尽所有 把你抚养长大 目的就是 尽可能多地减少家庭 对你的伤害 你是个大学生 还是学法律的大学生 应该知道 这种恶劣的家庭关系 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我想 你母亲多年的隐忍 固然是一种错误 但也是出于 给你完整家庭的维护 这听上去 很不理智 或者说愚昧 但他尽力了 现在你一步一步 设计好了 杀掉你父亲的计划 也完美地实施了他 表面上看你好像成功了 但最终你到底输了人生 更输了你母亲的期望 我没有 杀了那个男人 就是我的目标 如果不杀了他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你成功了 可是你感到开心吗 或者说 你觉得你母亲开心吗 玛丽低下头 脸庞掩盖在了 前额垂下来的刘海的阴影之中 像一座一动不动的雕像 我不知道你最终会被如何判决 但我想告诉你 魏帆很聪明 其实在案发之初 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应该就已经想通了 你给他那盒饮品的真正目的 就算是清楚你利用了他 他还是在询问你的境况 很关心你 你的父母不在了 仍然有人在默默关心着你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想的那样 冷血 唯利是图 你以为漆黑一团的地方 其实总会有阳光照射进来的 玛丽抬起头看着唐峰 眼神很复杂 玛丽啊 人从来都不是个体 这个社会中 某种意义上看 人人都唇齿相依 我说这个 并不是让你原谅你父亲 而是告诉你 让法律去惩治罪恶 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这才是你对你母亲最好的报答 玛丽的喉咙 咕噜响了一声 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可是终究没有说出口 站起身来的时候 唐峰直视着玛丽说 人都得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即便是你父亲有过错 也不应该由你去惩罚他 更别说夺走他的生命 不瞒你说 我见过很多复仇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仇恨这团烈火一旦燃烧起来 要么催人奋进 要么反噬自身 这团火 与其用来和恨的人同归于尽 不如用它 照亮你的未来啊 这起案件讲到这儿 就为您讲述完了 确实此时此刻 我的心里也有很多感触 所有的错误 所有的罪恶 让法律去终结 如果你恨一个人 你就让自己生活的更好 这才是你最好的报复的方式 任何错误 都不应该用另一种错误 去终结 还是唐峰的那句话 即使漆黑一团 依然会有阳光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再次